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感谢观看三五大树林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那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那么由IG对战老干爹,老干爹也是在今天上午从10点开始一直战斗到现在了,这支队伍确实从他们的最近的这个发挥来说,感觉maybe还是这支队伍最稳定的一个点,AME这个点的发挥呢,不太稳健,他确实 打的好的时候发挥还是相当的重要,但是他有的时候这个整体的从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来说,确实队友给他的这个支援和保护也比较少 所以希望这个选手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发挥吧,来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IG这场比赛明显是在前几场比赛里面也是研究了一下这个老干爹的一个套路,那么选择搬掉的是小精灵和这个 呃,搬掉了一个小精灵,搬掉了一个发条,发条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几星的这个发挥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么老干爹则是搬掉了一个狗,搬了一个tinker 呃,打机箱兵吧,对吧,打机箱兵这个大家都懂的 从IG的这个阵容习惯上来说 呃,中单机箱兵一旦拿不到这个tinker的话,他确实实力会有很大的一个折扣 呃,其他的点,但是现在这个新版本更新以后呢,由于基箱兵这个选手并不是特别的受大家的重视和关注 嗯,所以这个选手他到底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练出来什么新的绝活英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来看看这场比赛,嗯,这好像卡住了 这这个,哦,没卡住,这个没卡住,这个是录像bug 观看直播的这个录像bug,嗯,一手IG还是选择在三号位置上给XXS拿了一个大鱼 感觉IG其实队伍现在最让人蛋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整支队伍的一个 就是他们整支队伍的这个英雄池问题都很大 呃,像XXS他的三号位基本就是围绕着大鱼这个点来打 他我有印象的IG的比赛有60%以上啊,XXS是在打大鱼这个英雄 呃,波波卡呢就是土猫,波波卡最打的最多的就是土猫 老干爹这边一手是直接抢了一个蝙蝠,这个蝙蝠现在可以给小智用,也可以给机兴去用 就整支IG这整个队伍都感觉他们这个英雄勺的一个感觉 Burning还好一点,Burning的这个一号位的英雄池还是比较深 呃,大Q的英雄池就是蓝胖子跟双头龙 他就是用这种两个脑袋的英雄最多 就如果大家有印象啊,大Q的最多的英雄用的就是双头龙 除了双头龙以外,他的英雄池也是比较着急 就先在这个比赛当中来看的话 看一下IG的第二手英雄 老干爹一上了是拿了一个蝙蝠,拿了一个蓝胖子 IG如果说是先拿酱油味的就是三五的拿人的话 是很有可能会直接掏一个双头龙出来的 我直接拿一个双头龙 我这里去把这个比赛的 比赛的公告发一下 我去群联还有微博上去发一下这个公告 第二手是IG先拿了一个拉比克 先拿了一个拉比克 这样的话下一手的这个搬人方面 老干爹已经拿了蝙蝠还有蓝胖子 老干爹选择是直接搬了一个剑胜 搬掉一手剑胜的话 IG这场比赛如果说想要去求稳的话 可以考虑给Burning去打敌法 因为现在敌法师这个英雄还是比较稳 选择IG选择是先搬了一个露娜 因为现在老干爹他们的这个蝙蝠能用蝙蝠的人太多了 寄星的三号位蝙蝠可以打 小智的辅助位蝙蝠可以打 甚至maybe可以打一个中单蝙蝠出来 给他打中单蝙蝠的话 一般就会给这个AME去选择一个偏刷的这种 这种大哥位 不过这种套路现在老干爹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而且如果他选择中单蝙蝠的话 一般会选择给寄星去打一个三号位的伐木机 就类似伐木机这种英雄 因为他作为一个三号位来说会有一定的 会有一定的这个输出的一个空间 以及输出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个从阵容的角度来讲 老干爹的变化还是要更多一些 第四手搬掉的是一个戴泽 如果搬戴泽的话 老干爹这个阵容应该是要求团 他整体的一个思路应该是要求团 求团的话 黑贤这个英雄 DS他确实在团战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把这个英雄搬掉了以后 这个老干爹求团的就是在中期求团的一个能力会强很多 选择先掏了一个火猫出来 这个火猫不一定是谁用 按照现在版本火猫的这个天赋加成来说 他更适合打中单 然后走一个法系路线 在后期会有一个很强的控制 还有追杀能力 还有留人的能力都是非常不错 如果打一号位火猫的话 以前火猫的这个一号位的特点 但现在这个有了天赋以后 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 他还是可以去打 与以前相比的话 无非就是缺少一些黄点 火猫这个英雄是一个敏捷型英雄 但是他的成长 就是他的敏捷成长其实很差 算是敏捷成长最低的英雄之一 来看一下IG的第三首英雄 IG的第三首英雄 目前来看的话 Burning这个点可以考虑去打敌法 可以考虑去打 这个阵容来看打TB也可以 TB和敌法都可以 TB这样比赛的生存空间可能差一点 敌法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现在敌法比较适合去出这个A仗 他出了A仗以后也不怕蝙蝠 这个是现在这个版本 敌法的一个特点 还是选择先给激洋兵去拿了一个中单的黑鸟 按照老干爹的拿人顺序和习惯来说 一般这个不会先给MV去拿 他们一般是会选择最后给MV去拿 其实沙王还在 这现在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沙王还在场上 老干爹在 如果他拿一个三号位的这个沙王的话 这场比赛应该说也还可以 回答要是直播间的观众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比主舞台要慢 因为主舞台他是直接进的OB位 OB位的话因为是线下比赛 线下比赛他是不用设置延迟的 线上比赛要必须要设置延迟 线上的比赛如果你去看那个OB位的这个直播的话 会比就是咱们这种民间的直播要更慢 因为他要设置最少五分钟的延迟 直播延迟要有五分钟 如果是咱们这种就是直接咱们这种直播 就是他官方自带的延迟一般是两分钟 就是游戏里面一般是自带的是两分钟 线下的比赛OB位一般不用设置延迟 就是你在OB位去观战这个游戏的话 不用设置延迟 因为他线下你就算是不延迟 别人也看不到什么信息 再加上本身你在OB位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也不会影响到这个比赛的选手 不会影响到比赛的选手 感谢白水藏情 藏情赠送的666 老干爹这个第四手利那确实不太好猜 因为这个英雄真的已经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了 极其偶尔有哪支队伍可能会把他拿出来 IG选择是给Burning拿了一个蚂蚁 这样的话最后一手 班人方面老干爹不太好班了 其实他这个阵容现在蚂蚁这个英雄 由于现在开发出来去打酱油 出了一仗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所以现在这个蚂蚁是不是Burning去用不是很确定 但是Burning去用蚂蚁的可能性确实很高 选择他最后一手搬掉了一个 搬掉了一个狮王 搬了一个狮王 搬一个黑弦 搬掉了狗 搬掉了剑胜 那老干爹这个阵容绝对是一个要求团 主动求团的一个思路 他主动求团的话 现在有一个不太好搬人的点 对于IG来说 就如果对方走的是一个主动求团的一个路线的话 那么最后的这一手搬人到底应该去搬一个发育型的英雄 还是去搬一个强化打架的英雄 他们现在不太好定 因为如果说是火猫的中单的话 这个火猫前期的参团能力太强 他的TC配合这个后手丽娜的一个丽娜的一个TD TDG甚至是 果然是搬了一个发育型的大哥位 就他们两个搬人思路 要么我就搬一个继续去强化打架的这种大哥位 然后要么让我就搬一个发育型的一号位 但是你搬发育型一号位 你搬死问的话 其实不如搬水人 现在这个版本水人的这个一号位发育的能力 其实比死问要好一些 死问这个版本由于支配这个东西改了 而且死问这个英雄本身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强化 相比其他的英雄而言 死问的这个大招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理想了 已经整个从比赛的节奏来说 已经并不是很理想了 经常会出现就是死问这个英雄秒不掉人 而且IG这个阵容讲道理说也不怕死问 就是他的前四手英雄都不怕死问 回答一下直播间的观众 有没有直播平台找我签约 没有啊 没有啊 IG最后也找打了一个维萨吉 维萨吉这个英雄 这个版本改完了以后很强 可以可以说是很强 这个英雄 老干天最后一手球本可以出水人 而且这场比赛很适合就打蓄灵刀的水人 蓄灵刀的水人可以去秒维萨吉 可以去秒拉比克 可以去秒这个 就配合火猫和丽娜 可以秒大鱼 最后一手选择是拿了一个混沌 那就是中单的一个火猫 然后大哥位的一个混沌 那这样的话 老干天这个阵容全民皆兵啊 这个主动球团的节奏 老干天打这种节奏 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就他们现在的节奏 一般情况下是四保一 他们这个四保一 就是有可能是去保Mayby 有可能是去保AME 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去保AME 然后让这个Mayby带着去打架 但这场比赛 老干天这个阵容的一个特点 就是五个人都去打架 他没有刷钱的点 IG也是一个全民皆兵的一个阵容 那这样的话 双方应该是在中前期 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接触 如果老干天打的顺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 有可能就一瞬到底 直接把IG推平 因为IG阵容没法守高 IG的这个阵容是不能守高的 守高能力极差 可以说这个阵容 那么老干天这个阵容 在中前期 如果打出一定的优势的话 IG有可能守不住 这是一个点 中前期如果打成军事 对于IG来说 如果打成军事的话 他们这场比赛的一个节奏点 就会变成在维萨吉这个点身上 就是军事局的话 就会变成在维萨吉 因为他们的主要物理输出点 其实在配合大鱼这个点上 维萨吉的输出应该是最高的 就是他的那两个 雍兽配合大鱼的跳踩点灯 上帝不爆发 以及一个灵魂超度 这个爆发是很高的 看一下这波开悟的一个位置 五个人开悟直接过来 抢这个神服 Mayby这个点可能是有点危险 Mayby这个点可能是有点危险 这里一个缩地过来以后 举一手 Mayby这要死了 给战友减速以后 Mayby这个地方再被对方奔利在卡位 Mayby还差一下 一个普攻 还差一下一个普攻 吃一发星星火 这里开一个缩地 想往上撞 Mayby选择一个大药 这一波Mayby居然是跑了 实际上这个穷鬼盾确实是管用啊 这个穷鬼盾这波 Mayby最少挡掉了对方输出的 最少挡的对方总体输出的三分之一 这波居然是让Mayby跑掉了 虽然说是浪费掉了一个大药 但是他只要吃完这个神父以后 马上可以再运第二个大药过来 Mayby刚才选择的这个逃跑的路线还是非常不错的 刚才这波空彩确实有点僵硬 但是 反正这波空彩确实是有点僵 江兵的黑鸟在打这个中单火猫 不好打他很容易被这个火猫单杀其实 火猫这个应用在前阶就像这种情况 就如果说比如双方都是三级 甚至双方都是四级的情况下 你这一个T扔出来 然后你没有下一个T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火猫就可以去过去单杀你了 即兴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死 应该是要死 哦不对 维萨吉这里一级升的是一个黄圈颤抖 其实讲道理的话 刚才那波如果杀火猫的时候 这个维萨吉升的是一个灵魂超度的话 可能击杀的可能性大一点 因为减那个速对于火猫来说 减速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前期大家移速都很慢的情况下 你减速的这个百分比 按百分比去掉移速的话 其实不是很划算 看一下XXS这个点 这里小只漂亮 这一个T踢中了 一刀两刀还差一下 三刀一个普攻 这里大药被打断 AIME这里选择是吃了一个 一个D 那S 小只这里拿到一血 Maybe在周路目前的一个补刀方面 还是吃了一些亏 因为前期被对方怼了一波 再加上这个激洋兵确实也是在拼命的 利用自己的T 在扩大自己补刀方面的一个优势 现在这个黑鸟的反补 已经有六 已经有六个正博和五个反补了 火猫是四个反补 这样比赛 双方都是在拼反补 有观众表示有回音是吗 我这个回音 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出现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里又是 AIME这样比赛 这个脸真的是不太行 还差两下 还差两下打不死了 AIME这个脸真的是不太行 这里吃个火锅 几次悬晕 我看见的都是一秒 就没有见过两秒的时候的这个悬晕 机型的蝙蝠目前在上路的一个发育 保持的应该说还算比较凄惨 还算比较凄惨 到原来为止连二级都没有生出来 上路这里对方又是过来怼一波 机型这里身上有一个火的 一发灵魂超多 直接怼死了 漂亮 毕竟二级灵魂超多 这个二级灵魂超多的满伤害还是比较吓人的 这维萨吉这种英雄就属于是他的一级灵魂超度的总伤害 大概相当一般的英雄 就是他的每点灵魂的伤害是固定的 就他每点灵魂伤害固定是65点 也就是说一级的维萨吉如果他攒够了3点灵魂的话 也就是他一级的一个技能可以打200伤害 二级的时候就可以打到280点伤害 所以这个伤害是比较可观的 似乎没攒满魂 不需要攒满魂 他的这个灵魂超度这个技能是1.65伤害 前期的在前期的时候 这个技能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耗蓝太高 这个是这个技能唯一的一个缺险 如果不考虑他耗蓝的话 灵魂超度这个技能真的是一个 可以算是很bug的一个技能 这个地方这个眼做的还是比较GC 没有选择去封掉这波野 其实他应该可以考虑就插在这封掉这波野的 他不放这波野的话 寄星的这个蝙蝠还是可以通过去烧一烧野来发育一下 他们应该想的是趁对对方去烧野的时候 找一些机会去击杀 但这种地方 你击杀别人还行 击杀这个蝙蝠难度稍微大了点 周围树太多了 周围树和这种跨地形的地方太多了 杀蝙蝠的话难度比较大 看这块 这里直接开火 Burning身上被叠了四层油 M1的混沌虽然虽然虽然还是出了一个恢复头巾 那他这是要出支配头盔了 支配头盔现在的这个配方也是比较奇特 是一个加速手套 一个回复头巾 然后一个卷轴 出来以后这个东西有8点的秒回 就这个属性在前期 以及他所需要的这个配件 其实回复头巾这个东西啊 在前期作为一个大哥位和混线的英雄来说 他的一个回复效果 比吸血要好 因为你吸血必须要打人才能吸 看一下这一波绕后 维多利亚这里一个地 应该是要找这个波波卡 这一个剃 剃完了以后 没必身上是有一个捆的 这里过来 哎 被秒举了 小智有下一个剃吗 这选择是用放了一个地 一个普攻 这里捆住 激昂冰现在身上是没有剃的 但是伤害不够了 黑鸟这个英雄在前期 尤其是像他这种出门 直接是两个挂架的这种出门 前期两挂架这种黑鸟比较硬 像五分钟有九百多血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打不死的 这里四个人直接过来吃一波火锅 直接把自己的状态加满 没必这里是回满 小智的蓝也回了个七七八八 那这样还可以继续去搞事情 继续去搞事情 反过来看一下 这个火锅的CD是刚刚吃完 还有290秒将近 这个火锅的时间还有80秒 这场比赛老干爹打的这是一个 五火球神教 五个英雄里边四个英雄都是火气的技能 只要有一个混沌不是火气的 波波卡的 拉比克 这方就做了一个眼 不知道有没有被对方发现 应该是发现了 他过来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被发现了 经验方面 现在IG还是领先了一些 主要是这个酱油的逛街 老干爹这两个酱油逛街逛的比较频繁 转转S这个身上是挂着一个寒体钢爪 也是在线上没法混 对方下路的这几个人 想杀他实在是太容易了 主要是有混沌这个英雄 他配合这种后手的控制 就像丽娜的这种后手控制 这个是比较强的 就是一个AOE的技能 带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伤害 然后还有一个很长的 一个眩晕时间的这种技能 他之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指向性的硬孔 他必须要有人帮他 或者他要么预判 要么就是出击不易 要么就是有队友能帮他打新手 限制越多 限制条件越苛刻的技能 效果往往就越好 丽娜的英雄就包括想有像这个 冰魂的冰魂的C 冰霜禁足那个技能一样 都是配CK比较有优势的 其实CK的英雄配火把也很厉害 我特别早的时候打过那种 我们的大哥位是一个CK 然后我打了一个酱油的卡尔 就在优势路去保这个CK 跟这个CK配合击杀的这个击杀能力 特别特别的变态 就是CK给对方一个C 只要这个C是在两秒钟 就是一秒其实也无所谓 这里坐一下 坐两下 小智里接着往后走 一个T定住 机型开始烧 这个Burning只能是往后撤了 这时候小智在空血的情况下逃到了 Maybe这个地方伤害有一个加速 再加一个视觉 一个粉撒一个粉 Burning这波没有大 Burning这波没有大 没有大 这一感觉是要出事情 没有打断 没有打断 还好Burning这边反应也是比较快 反应比较快 这边直接选择撤退了 就那会打过那种酱油味的火卡 确实挺有意思的 确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CK一个晕 然后你直接给一发添火 或者直接扔一个陨石 就两秒的话 如果晕出来的是两秒 你可以扔陨石 如果晕出来的只有一秒 你可以扔一个天火 扔完天火以后 然后马上给他身上套一个 这个灵动训捷 一般来说这个人就是必死 因为混沌这个英雄本身 他有一个天生很大的优势 他的天生移速很高 这个英雄的初始移速是325 就是很多英雄 是会被他直接追着砍死的 这也被给人一个减缩 大鱼一脚踩 踩就AME 这波又是被怼了 在他身边的 就一个小智的活女 也是没有办法去救他 这样啊 双方人头数来到一个2比2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就在于经济 经济方面 现在IG是两个大哥全面领先 MAYBE的火猫 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 只有只排在第四和第五 差不多跟几方的蝙蝠 竞技差不多 被对方针对的有点惨 卡尔这个英雄确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你还不是特别擅长用的话建议可以去玩一玩 这个英雄真的挺有意思的 撒上一个粉 Burning这里是有大的 开一个大 回来 身上的这个粉的效果消失 那么这样吧 杀不掉了 回来 Burning这块 Burning在上头的蚂蚁学生发育的非常的不错 Burning这个选手 你不管怎么 有多少人去黑他 这个选手他的一号位在国内的 这个一号位的选手里面 真的算是打得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手 他能够适应的节奏 能够用的英雄 很多 他不是像有的英雄 就有的人像赛拉最近这段时间 不拿TB推进就不会玩 就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看一下这里拉回来 哎丢失视野了 XS这块正好是 大家这样呢被包围了 被包围了呀 这不是要出事 看一下先给人给减缩 AM1还是再跟对方刚一套技能 打在这个激将冰身上 激将冰这里选择T一下自己 一个双捆 捆住了Burning和一个拥兽 这再继续追先把波波卡弄死了 但是Mayby自己被对方黑鸟的一个大招把蓝打空了 而且身上的这个12格魔棒 没有下一个飞 吃魔棒 吃魔棒飞 不用活飞 飞也没用 飞对方这个Burning要追死 那这样啊 这样比赛 要这样打下去的话 呃 老根爹凶多吉少了 因为现在本身经济就没有优 呃 两个大哥的经济被对方全面碾压 两个大哥经济被对方全面碾压 然后呢 混沌这个英雄也不是具备一个很强翻盘能力的大哥 火猫虽然说有 但是现在的火猫一般都是法系火猫 不过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没必好像是要走一个物理火猫 维多利亚还差一架 还差一架 能不能A出来 被捆住啊 漂亮 没必这个地方用一个捆 是救了一家自己队友 混沌这个英雄 他这种出装 就是他出一个支配以后 他补经济能力还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起码他可以无伤打野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支配 比较好的一个点 没必没必飞一下 躲一下对方的技能 没有躲开 一个普攻直接也死 没必的节奏崩了的话 这场比赛老干爹真的凶多极少了 其实现在让Burning拿着一个蚂蚁 打到全场经济第一 黑鸟 机枪兵的黑鸟 拿到全场经济第二 你在这种局面下 没必的经济只排在全场第五 比蝙蝠还要穷 然后AME的这个混沌 现在也完全不具备战斗能力 他没有去加暴击 没有暴击的混沌在前期 现在这段时间 基本上就等于是没有输出能力 翻盘能力混沌是有的 就是找到一定的机会 对方的第一波技能全都放完了以后 尤其是黑鸟的大招放完了以后 混沌这个英雄 他的翻盘能力是有的 实际都是想的是加了七智力 也行 也可以 因为他现在确实蓝太少了 火猫现在只有八级 这场比赛 火猫选择是飞鞋了 他直接选择的是 在天鹰界瓶子以后 直接选择是补飞鞋 那这样吧 应该是要走一个主力的火猫了 因为这场比赛他们现在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守高地 前期就是前中期 老干爹这个阵容拿的是一个主动球团的一个阵容 但是他们的团战的现在没打过对方 每次团战的这个先后手 还有开团的一个位置 都很不理想 混沌这个英雄抓人必须先手 但是打团必须后手 这块一个T一个G点出来 秒 nice 蚂蚁死了这波可以打 连续两个座 三个人全中 黑鸟一个大 一个平A A死一个 再一个平A死两个 Ai蜜这里身上挂着一个 开大呀 Ai蜜在干嘛 Ai蜜这个地方就是不舍得开大 这样的话 这一波团战下来变成了一波一换五 而且Burning直接选择 一换四 Burning直接选择了买活 来到战场 推掉对方中路一塔 过来打一波盾 Burning虽然这波买活 自己是多花了不少钱 但这波节奏拼的还是非常好 就是推掉对方中路一塔 加上买 打掉一个盾 而且尤其是如果能拿到这个盾的话 这波IG的Burning这波不亏 这波如果打不掉这个盾的话 就完了 打不掉这个盾的话 Burning这波都亏了 刚才黑鸟这一个大权中 这个有点太僵硬了 本来是先秒掉对方的蚂蚁以后 这波是可以打的 结果被对方黑鸟一个人 把对付全中 大于一个一彩三 黑鸟一个大招大中四个 这个没办法 只能说IG这些人 确实他们在谈团的时候 就进入团战的这个顺序 比老干爹的这个 节奏感要更强一些 不过老干爹这一波 把对方的这个Roshan给挡住 没有让对方拿到这个盾 还是不错 还有机会去打 黑鸟选择出了压托斯 阿托斯 黑鸟这个阿托斯 其实是以前很早的这种出发 现在这个阿托斯是变成了 不是减速 是变成了一个致残 而且阿托斯不像以前 释放以后马上中 他好像是有一个弹道 我记得是有一个很快的一个弹道 以前阿托斯是尸把距离超远的一个东西 现在是没有那么远了 而且是增加了一个弹道 变相的削弱了一下这个道具 但是它的效果是从减速变成了缠绕 就是把对方定在原地 混沌现在他身上出了这个 靠着这个支配还是能勉强去打一打钱 那现在 看下是火猫吧 这场比赛 没必这个地方是要干嘛 这是要出刃甲吗 这个火猫 他为什么快捷购买篮里边选择 是要出刃甲呀 这个火猫 好了 那这段时间选择跟对方去换塔 就对着带线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推一下对方的塔 所有的人都在塔下 对方所有的人都在塔下 黑鸟只要在塔下就可以 对方其他的人留人能力不行啊 必须要有黑鸟在 大鱼提前回来没有用 大鱼的这条踩的控制时间是2.5秒 一张TP回来以后 你火猫在前边去拆这个塔的话 对方是没法直接把你留住的 Ig这个战人都没有成功了 感谢风之说月送送的仙斗 这里Ig过来打盾 看一下 老干爹身上有没有扫描 老干爹现在身上没有扫描 这里有一个眼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眼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盾应该是给了 来不及了已经 所有的人离都太远了 Burning的蚂蚁在游戏进行到18分半的时候 拿到了自己的一个林肯法球 身上已经有一个摸隆枪 一个库尉支持 输出方面这个蚂蚁现在虽然说不是很高 但是它在战场上当中能输出的时间很长 而且黑鸟每次参团的这个时机找得非常好 即兴的蝙蝠虽然说是做出了刀刀 但是现在对方抱团抱得比较紧 想要去搞事情的一个机会不是很多 这里火猫直接选择飞走 大鱼一定要跳踩 给上点灯 一张DB落下来 黑鸟这里跳刀过来 给上一个阿托斯定在原地 两下不是平A直接A死 这个阿托斯确实在杀 配合这个大鱼去杀人的时候 这个能力很强 老干爹现在这样比赛不好打了 他们现在只能是托 就是用酱油的命去换时间 用空间换时间 然后换来时间 让自己的大哥去出装备 大哥把装备出的差不多了以后 这一条跳踩了 让他一步也要死 给上一个点灯 两个雍兽赶过来 做一个再做第二个 大Q的这个雍兽的操作 大Q这个雍兽的操作有点 不太熟练 其实雍兽的这个石化悬晕的时间 有一秒的时间 在对方没有这种BKB之类的道具的时候 其实不用两个连坐 两个连坐下来的话 控制时间会稍短一点 这两个比赛 没必选择是出了一个刃甲 刃甲打黑鸟和蚂蚁应该说效果都还可以 但是 打不了维萨吉啊 现在这个维萨吉的这两个雍兽的伤害 你真的不能把这个雍兽不当回事 这两个雍兽现在的输出真的是很高 比以前要高了 高了不是一清半点 现在这个雍兽 火猫这里在 不过火猫这个经济 补的还是非常的快 他选择在出完刃甲以后 还是很快的补出了自己的一个飞鞋 现在这装备准备去出飞 火猫出刃甲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奇效吧 因为火猫从他的这个 这里直接举起来 一脚踩 踩住 维多利亚这里 火猫过来一个TC 留住 但是蓝胖子已经死了 这里没必是选择吃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个隐身符 把波波卡的这个 把波波卡这里的一个拉比克带走 这里叫跳财 找到了本体 蜜蜜直接被秒 小智过来以后 一套技能打到大Q身上 再加一个T Burning这里开始就追小智 Maybe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刃甲 追一下 这里一个影子飞过来 赶紧逃 再飞一个影子 再走 大鱼这里马上有跳刀 这黑鸟一个 阿托斯定一手 季星 这里给一个大招 Burning还在往上追 一个TC留住 一个T 一个D 再炸一下 Burning开一个大招 往回走 把自己的血量补满 那么这样啊 这一波 老干天还可以吧 但是你看AME的这个团战啊 AME的这个团战 还是打的 应该说不职业 就是他不像是一个职业选手 那样去参团 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 老干爹的其他人打的 就是很有层次 就我什么时候该上 什么时候该甩什么技能 什么时候该走 什么时候该反打 什么时候能够找到机会 什么时候去保护队友 他打的很有层次 虽然说在这个经济和经验方面 都落后很多的情况下 他其他人打的很有层次 很有章法 但是AME这个点 在团队的配合上面 还是稍嫌有点僵硬 说实话 就是因为现在AME你拿到的这个资源 你拿到的资源不是不能用来去卖 一波团战 如果你作为一个大哥位 你把自己的这个经济 你打出来的经济 用作上去去卖第一波的话 这个对于老堪迪来说 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要卖的话 有蓝胖子 有这个蝙蝠 两个人都可以上去卖 去吸收第一波技能和伤害 你不能 这个时候不用太多去想着 主动去留对方 想着过多的想着去留对方的人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留住了 不一定打得过 很有可能会被对方反打 进行这条刀加推推全部拿到手上 这个局面如果这么拖下来的话 对于老干爹来说 还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他的这个阵容再往后拖的话 用空间换时间 换出来的时间 只要能转化成经济 尤其是转化成火猫的经济 这场比赛再往后就有的拖 IG这个阵容的防守能力是偏弱的 就是一旦让对方找到机会去 找到一两波机会 去进行形成击杀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好打的 蚂蚁章比赛选择是把暗灭做了 看下一段装备吧 下一段装备应该说是 Burning很关键的一个点 看一下 这里拉 一张飞鞋飞起来 一个T DG三连直接打出来 火猫爆魂 一个T 漂亮 这不是成功击杀掉了 对方的一个 黑鸟 但是自己的击死了 小智的滤杖 还有AME的BKB的卷轴 全部都是 没了 那这样的话 来上路去推一步对方的上塔 这个比赛如果这么拖住的话 这么拖住啊 对于老干爹来说是有翻盘的希望的 这个阵容 混沌这个英雄在后期 他具备很强的秒人能力 就是后期翻盘一定要有输出 你多有多能扛没用 一定要能输出才可以 MAYB这里现在是一个阵甲 加上飞鞋 下架装备的这个 分身斧还是等了比较长的时间 天赋方面选择的还是一个最标准的 就是火猫的一个天赋点数 选择的是技能伤害增强 加6全属性 下一集肯定还是要加这个CD减少 他这个CD减少 不管是走物理路线 还是走法系路线 都是这个CD减少 肯定是百分之百是这个划算 现在20级火猫的这个天赋 我反而倒觉得 你除了这15% 另外就是左侧的这个天赋 加8护甲 我估计不是脑袋让门挤了的话 我估计99%的人都应该不会选择这个天赋 这他和15%的冷却时间减少了相比 这个8护甲对于火猫这个英雄来说真的是没什么用 因为你就算有了这8点护甲 只要被对方贴身该死还是要死 这个跟你的护甲没有任何关系 15%的CD则意味着你可以更好 更早的去放出自己的TC 更早的去飞 更早的开出火盾 这个对于他提升的生存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是远远要高于这个8点护甲的 所以这个8点护甲的意义到底在哪 我现在是没太看懂的 应该要改 火猫就应该要改 就减复活时间 减复活时间或者是 但是火猫 要么就是削一下这个冷却时间减少的这个百分比 削到12%或者10% 大概削成这个程度 但是你削到这个程度的话 也就意味着火猫的这个20级天赋就白费了 这个天赋有跟没有就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火猫这个20级的这个天赋 我觉得还适当的要改一下 就他的关键问题 就是这层天赋最大的问题在哪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火猫 不管走哪个路线 都是15%cd更好 所以他这个就没有 没有可选择的一个空间 就一定会削下这个 看一下Burning的天赋吧 Burning的天赋在蚂蚁这个英雄方面 选择的是30的缩地伤害 还有7点全属性 没有去瘫这个25点攻击力 30的缩地伤害 谁又是去打盾 鸡星还是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想要去找机会 看一下双方核心大哥的一个装备 目前AIME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个BKB 加上支配 火猫是选择还是出了一个狂战斧 因为他现在面对的问题是首高地 首高地的话 这个狂战斧的优先阶是比较高的 这场比赛 其实出雷锤也不错 出一个雷锤 对于这场比赛的火猫提升也不小 但是这场比赛 如果他出雷锤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 续航不行 他这场比赛走的不是一个法系路线 走的是物理路线 法系路线蓝比较多 物理路线如果你出一个雷锤的话 会发续航会出NTMAB 直接飞走 这反应很快 这个反应很快 鸡星这里是过来断一波兵 炸一下 再叠一层流 可以撤了 这选择直接是飞走TP 那么这样的话 断了一波兵线 火猫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全面完全都转化成了一个手高地的一个装备 从这场比赛对方的一个阵容来看的话 雷锤的手高地能力可能比这个狂战斧的效果要好一点 这里给一个TC捆一下 两个雍兽过来去清一下兵 Burning Burning这个位置 没必能不能飞走 能不能飞走 好像要被秒 被对方偷到了一个屋顶权 最后是被Burning直接点死 哎 艾蜜 喂 你这要上什么呀 破高地了 这波破高地了 这里要跳踩 维多利亚这也被对方直接点死 进行拉住对方一个开启了BKB的大鱼 这个大鱼表示根本就不疼 一点事都没有 所以再给上一个威光披风一脚踩 踩住艾蜜蚂蚁这里还有大 蚂蚁这里还有大 没有选择去交大招 因为身上还有盾 他可以选择先交一个盾 这里一个跳刀过来 给上一个阿托斯定一手 对方的 选择是吹风自救一下 绿杖加上吹风 但是中路这个高地要破了 红猫买不活 这个比赛啊 就这个比赛的这个赛制安排 应该说对于 我觉得这种赛制安排 其实是蛮科学的 就是说如果你想 你之前的比赛排名比较低 如果你想要重新达到冠军的话 你平方不出的就是要比对方要高得多 反正要比对方多得多 所以这个比赛应该说如果老干爹能够顶住 今天已经在之前经历了五场比赛 而且非常艰难的五场比赛的情况下 还能打赢这个比赛 那确实实实是你自己这个队伍实力到了 如果你没有打赢 就不要去怪赛制 我觉得这个赛制没有问题 有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赛制有问题 一个队伍 你像金球 尤其是金田 小智这个地方被定住以后也直接死 就你可能觉得他今天要想都赢了的话 他最少要连赢六场 最多他可能要打九场比赛 但是谁让你之前排名第一呢 对不对 你之前排名第一 你就要付出代价 这一个TC 这样两路高地高破 看一下火猫 虽然说但是出了一个狂战斧 去守高地 但是效果应该说只能说一般 现在却直接守不住这个高地 一当飞鞋直接去上路代线 这个火猫还没有放弃抵抗 这样比赛要翻盘的话 maybe只能直接出圣剑了 他别的装备什么都不用想着做 直接直接爆圣剑就完了 如果对方还能给他刷到圣剑的机会的话 直接出圣剑就可以了 他不现在除了圣剑以外 老跟店没有任何可能形成翻盘的装备 这场比赛Burning的一个发挥应该说也是比较完美 这场比赛经济方面现在已经落后了两万多 两万五了 经验方面也落后了两万 这场比赛翻盘基本上是不用想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IG平推就可以 他不是很需要说我再去出什么核心装 再去抓一个你的人什么之类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这波五人开窝 对方是提前开启了一个笛子 然后开启了一个窝 有一个雍兽是破窝了 这就是老干爹绕过来以后 给了夜眼俊男给了一个扫描 没有扫到对方的人 看一下老干爹这个误导时间了 因为他们先开的 他们是先开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眼 看到了 马上能看到蓝胖子 蓝胖子这被看到了 蓝胖子这个地方被看到了 AME一张TB回家 那其他人也赶紧走 其他人也赶紧走 其他人也赶紧走 火猫这个地方外边没有留魂 赶紧飞劫回家 一个飞劫是飞到中路来带线 把对方所有的人都吸引到了上面 蝙蝠身上现在是跳刀推堆加蜂胀 三千套已经齐备了 维多利亚现在身上是一个绿鞋 加上一个大炎炎文章 大勋章的话 大勋章这个道具应该说还是 这蝙蝠不要出的 对方有用兽的 蚂蚁直接掏了个龙心出来 我去 这场比赛的这个没 Burning的这个蚂蚁打到现在的一个出装 稳的可怕 这队友还给掏一个莲花 这个蚂蚁现在等于是就站在下面去拆就行了 自己血掉到一半左右以后 往回走 然后靠龙心直接回就行 龙心那个回血又被强化了 强化到了每秒钟回7% 也就是说你不管他的话 十秒钟差不多就回个满血给你看了 就是从空血十秒钟你不管就给你回个满血 这个下路的高地感觉也是 上路高地这完全守不住 蚂蚁现在就是靠自己去耗就行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BKB 有一个林肯队友还能给加一手莲花 他现在完全死不掉了 这里大鱼叫跳杂 直接开BKB上来硬怼 秒 火猫这个位置是一个T 想往回飞 没飞为剧也直接被怼死 A.R.M.E.也直接被怼死 那这样也是打出GG 那这场比赛 应该说还是没出现太大的意外 整体的一个比赛的节奏 从比赛的节奏到这个 双方选手的一个发挥 以及阵容的一个安排 这个阵容老干爹明显就是一个球团的阵容 但是他们前期这个打团没打过 一旦你打不过这个团战的话 IG这个阵容肯定是可以打得赢的 他的阵容打团战也很强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 稍事休息 也会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去订阅我的频道 不管视频频道还是直播频道 也欢迎大家加Q权521017153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那打场可以外考 好了 就到这里吧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我是三好大叔